大家好,歡迎收看即使攻略 我是菲奇可憲文 這節有Arno做嘉賓 Arno 你好 我是菲奇 你好 亦呼籲一下 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想問Arno 就打電話204-6566 或將問題電郵到ASK-BSChannel.com 以及WhatsApp 91571428 或者Facebook和YouTube 我們有做Live 可以留言給我們 我們也會盡快解答大家的問題 先和大家看看港股的最新走勢 恆生指數最新報在25263點 升19點 國企指數升49點 報在10265點 大市成交暫時有756億 Arno 我看到今天的市場 其實都是高開低走 一度曾經跌過8點 不過經常在25200點到徘徊 騰生出了業績 但是市場其實都沒有什麼大變動 其實接下來有什麼焦點 我們要看呢 不要大變動 甚至業績OK 都掉下去 這個我們之後再說 但是市方面 其實抱一個心態 不要打算今天大升 或者你見到A股升上來 一定要升百幾點 這樣 有機會升百幾點 但是建議不要抱這個心態 至少你要扭轉一個勢頭 其實看過去兩個星期的星期四 都出現過一些高開低走的狀況 所以你最怕的情況就是 過去兩天 恆子無緣無故夾上升了這麼多 然後突然間會不會說 見了一些高位之後 就回落下來 你最怕是發生這件事 所以今天其實我覺得 只要在25200多點 25001至25300 就這些位置拉鋸 其實那個勢頭都已經是不差的 整個指數是有機會慢慢地 推向2500天線 就是25800你的位置 去到那些位置才開始要擔心 開始驚人等等 其實現在市況都是一個 大型上落市格局 你說環球很多憂慮 很多焦點 有很多不同的因局去看 整體而言 我們的結論 都是一個上落格局 可能徘徊在100天線 至250天線之間 而當中可能某一兩天 我們都見過100天線都是一樣 可以盤中跌穿 都不足夠 所以跟別人的盤中 可能甚至有機會 試到26000這些位置 你說可不可以長期 揭穿250天線樓上 暫時我們覺得 都會有一定的難度 要多些不明朗因素 消除反才有機會做到 而說這一刻 最大的不明朗因素 始終都是中美關係 仍然是偏緊張 大家最怕最怕就是 特朗普在大選前 現在距離大選 三個月時間都沒有 越來越多可能相關不同的動作 因為說到美國大選和以往不同 美國大選以往 可能經常有很多造勢大會等等 但現在問題 因為疫情上 可能令到這些因素 回想回來 可能在特朗普言論上 或者做的動作上 帶來的不明朗因素 可能會相對比較多 所以暫時來說 指數是一個上落格局 但都悶了一段時間 特別說這段時間 就看到不單止熱炒的股份 甚至說一些舊經濟股 本地地產收租等等 都有條件法力 所以說要推升的指數 就應該會相對比較容易 如果你看看今天 其實恒指數沒有什麼變動 但是弱小了一段時間 那些是恒生科技指數 其實你看恒生科技指數 都在升上來 我覺得那些資金 慢慢又流入新經濟股上面 最重要的就是 究竟在這一刻 因為疫苗這些因素 有條件 未必說要升很多 修復分析失地 但是占多5-6% 夾高指數上到250天線 我們看到的可能性是高的 後市我暫時建議 5,25000 不要提到太過淡 除非今天 從下午回來 看到一個很明顯 高開低走的格局出來 現在沒有的話 其實你不排除 去到下星期 甚至明天在貴檢之前 可能指數還可以推升到一陣 真的不奇怪 所以我覺得 暫時我自己對後市的看法 可以說算是騙樂管 好啊 剛才提及騰訊 其實看到今天暫時 都要跌1% 它的公佈業績 就是看到上季 都多賺2.8% 手機業務方面 收入2年增長6.2% 亦都好過市場預期 不過大家關注的 美國禁令的時候 其實主席亦都多次重新 美國行政命令 只針對海外版的 WeChat 在美國的發展 內地版微信 就是一個不同的產品 其實騰訊 看到很多大行 都覺得業績 是非常之不錯 但是股價 今天都沒有什麼刺激 反而要跌 為什麼呢 剛剛說騰訊的業績 怎麼解讀 業績的確是 叫做好過市場預期 但是其實你從某個角度上面 可以說 只不過是市場預期的上限 但是是好的 但是業績好 代不代表股價一定是升 就是兩回事 因為問題就是 你留意騰訊 為何那天單日跌50元左右 那天單日跌一成下來 主要就是怕美國那些相關的 中美關係 會直接影響到騰訊 其實市場等著一個東西 就是公司嘗試 看看有沒有可以安撫清水 可以安撫 其實你如果看回 Coin Call 或者騰訊業績後 的發佈會上面 其實你可以看到 就是公司在這一方面 相對比較被動 他們帶出了唯一的訊息 就是 WeChat和微信是不同的 其實你很老實地說 這個基本上 就有用過的 用戶都已經知道 兩個樣東西來的 事實上也都說 由上個星期五開始 很多大項都說 騰訊的 美國收入佔比很少 其實在Coin Call 也都在重複這件事 所以基本上 但是問題是 它完全就是 在業績之後的發佈會上面 沒有令到市場 對於中美關係那方面 那些不明朗 那些憂慮上面 它消除了 所以業績很難一下子升上 一個問題 能信上到560元那些位 大家是預計了業績OK的 所以其實你現在說 對短線來講 騰訊一個最大的不明兩因素 始終都是中美科 中美關係 中美科技展 微信 很大機會會受到影響 但是現在市場 就是在猜測 那個程度 究竟有多嚴重 去到什麼程度 公司就不斷強調 就是 最多沒有美國的廣告收入 最多都是沒有 其實你講公司 已經在做一個最壞的打算 但是問題 市場是在害怕另外一件事 市場在害怕的就是 會不會有國際遊戲業務 都會有個影響在那裡 這個雖然美國澄清了很多次 不會影響遊戲的 主要針對你微信 但是問題就是 剛剛我們回去講的事 第一點就是 現在大家對於特朗普 未來會做的動作 或者這個是這樣到很不明朗 所以你說騰訊的股價 就算業績好 隨著這個中美的負面因素 仍然在那裡的時候 股價表現都可能會比較反覆 大家就這樣說 我覺得 要看近期關於 可能TikTok事件也好 等等 你又看到情況 有沒有特別惡化 我剛剛都說 特朗普在大選前 可能是是好是壞的 現在說其實今次針對TikTok這件事 對特朗普的民調 或者是大選的幫助性 見不到又太大增加 所以你可以預示 未來有機會軟化 整個風險淡化的時候 騰訊就有機會升上去 所以我覺得你遮住 其實今天業績之後 就是騰訊的表現反覆 你如果對於中美 不要說是一個極度負面的主觀看法 可以去搏 你搏一下事件有沒有機會軟化 短線穿500元的機會 我覺得不是很大的 但是你說當然 如果一旦你看錯了 有些壞消息出來 反映著 可能說真的 那些遊戲業務可能會有問題 那股價可以跌得很深 可以跌到460元 但是你說暫時我覺得 如果這一刻我自己的出發點 就是覺得 你可以駁中美的關係 或者說在延伸到TikTok 這些科技軟件行業上面 未必有這麼大的負面影響 甚至最終可能說 都還是可以用WeChat 那你說如果見到的話 其實那個股價有機會升上去 但是這個就不是業績之後 大家看到那份業績所以看好了 那些股價都是大量體600多元的時候 股價都是在背景 要時間去追 要蘊養 而最重要就是資金 其實今天開始才開始 流入到科技股身上 所以如果業績之後 本身有興趣買騰訊的 或者大家想搏 之前搏騰訊的業績 你不敢搏的 現在出來之後 再加上這個價位這個水平 其實我覺得可以搏 因為經常都說騰訊的分界線 最重要就是看510元這些位置 其實so far都叫做站穩 你可以這些水平搏 他繼續搏在510元 2500元做自己 論直博率 很老實的確是叫做吸引 所以未來你看好騰訊 不是說業績 業績好大家都知道 無論是PUBG 國際版 或者和平精英 或者甚至是王者榮耀 這些遊戲 很受的摘經濟影響 業績好其實市場如其之 現在純粹依賴一份業績 再推升上去 不容易的 在下半年開始就說 疫情淡化 這些受惠摘經濟的東西 其實未來來說 不會長期是一個趨勢 可能只不過是短線影響 所以如果這一刻 我覺得騰訊是可以買的 買的原因主要是 接近未來中美的 TikTok 微信的消息 未必真的像支箭一樣 不斷地轉賊 看看有沒有機會 慢慢淡化 接近你的印象 好 看完騰訊 近來有很多藍籌股 陸續公佈業績 看到今天中資電訊股 其實都比較強 好像聯通出完業績之後 升兩乘三 下週的時候 我們都看到中移動 941 其實今天暫時都升3.6% 我也想和Ano說一下中移動 看到它公佈上半年 盈利近558億人民幣 安年下跌0.5% EBITDA下降3.6% 其實下週回來的時候 中移動的股價 其實都跌了少少下來 雖然升幅還有 但也收窄了不少 是不是在業績上 有些參差 又不是有些參差 主要原因 今天中移動在業績前 已經升上來了 原因是 你又要弄下去 亂通業績上面 其實接下來這兩份業績 會丟在一起 原因就是 首先落到聯通業績 聯通業績 如果單用盈利增長 其實對比過去兩年來講 仍然是在放慢 但問題就是 它的股值 就不是過去兩年的水平 股價不斷地 這幾年 特別這上半年 不斷地向下差跌 可能市場原因 會覺得聯通的股值太貴了 又一段增長 但問題就是 其實留意電訊行業 在全球市場上面 普遍都是屬於一個 叫做 秀惟 摘經濟行業 簡單一點 原因就是 多人留在家裡 多了人用寬頻 多了人用數據 你看看 無論是聯想 或者中移動上面 那些資料 數據用量 連急升速度 都幾明顯的 所以本身 其實這是一個穩健的辦法 我之前都有推介過 今年想買些什麼 要穩健的 以中移動這些位置 但是那個估計 無奈 之前都試過跌到差不多50萬 這些位置 但是這次業績出來 就是這樣 聯通為何升這麼多 就是市場發揮 之前壓到股價太低了 壓到只剩下10倍PE 10倍PE的公司 有10%盈利中 絕對OK 所以一下子 就夾股值回上來 純粹是股值收條 不是說看到什麼特別的利好因素 但是業績裡面 都有一些利好因素 而看這些電訊股 往往最大的賣點 就是阿布 又是說客戶 每個月的平均消費 消費禁額 其實第二季內地電訊行業 阿布 終於看到無論是同比還比 這個就是聯東公佈出來的數字 中移動沒有公佈過小數 要拆出來看 我還沒看 但是我相信第二季 其實都應該是一天 有個回升出貨在那裡 這個行業 現在見過就是 在炒一件事 就是最壞時刻二個 過去兩年 經常提及到 兩三年提及到 提速降費 那些負面因素 開始淡化 甚至市場 就是憧憬 為未來5G來臨 阿布有機會再升上去 去處一個收成期 所以股值就向上收條 所以聯通一下子 抹高兩升 你又不要期望 聯通未來跌了那麼多 所以股值會上升很多 我覺得純粹股值做一種adjust 但是你去到6元那些位置 阻力位會很大 同樣地中移動也是 那股價之前就是太差 但是由於它又跌得沒有那麼誇張 所以股價向上收條 60元這些阻力位 都會明顯的 留意你未來 如果你純粹說 是不是業績好 可以買又可以升 這裡我有很大的保留空間 始終在說內地 5G普及化 5G上下落 可能要去到2021年 甚至2022年才能看到 而阿布是否真的會有大升空間 未必的 現在只不過是存定 但是股值短線 就會有機會向上收條 因為在中移動的個案 你講的是 至少第二季的盈利回穩 公司整間公司的派適能力 樂觀 甚至未來來有機會 派適水平有機會增加 所以你說 其實近期市況 你見市況開始反彈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大家找一些 最壞時刻概念以過的股份 甚至 整個經濟前景看法 大家都憧憬 最壞時刻以過 會開始有些資金 就在找一些 可能收息 股值低殘的股份 其實你說電訊股 以中移動為例 其實這一刻買來收息 可能就有石五利的股息率 你說對於長線基金 或者大家看好經濟前景的方面 或者有些做長線報酬 而不是賺取短線升幅的 純粹賺一些穩定回報 在賺取一些有貨幅的股份 中移動可能會是一個優先效率的選擇 所以短線上我覺得 如果這一刻要去追 你追一些中移動 聯通這些 你去看穩健性 看股價會有一個很平穩的發展 很穩定 甚至你是網友適收的 是好選擇來的 你這些位置買中移動 甚至有機會 財食劍收 但是股價就不會升很多 不可能會好像說 科技股 或者現在近期的當炒股份 升兩三星 機會不大 但是如果你純粹真的 在分散投資角度上 想找些防守性 穩定的股份 現在業績都是告訴你 電訊股其實都不是太受疫情形 甚至未來來講 盈利能力上面 可能有一個很低單位數字增長 有機會做到 如果要找高增長一些 就要聯通 但高增長自然的風險會比較大 今天升兩成 你這樣去追當然是危險 但如果聯通有機會落到五個半 以下的確是可以買的 好啊 看完焦點股份 都回答WhatsApp朋友仔問題 有一位朋友仔想問 貴檢前可以怎樣部署 貴檢前可以怎樣部署 看看你哪方面角度去炒 要麼就炒染藍 染藍來不開就是3690 阿里巴巴和小米 這三隻葉滿大選為主 我就不會建議買美團 來駁一個染藍因素 因為主要原因就是 美團升上來 似乎就完全不關染藍的因素 你看看之前MSCI 也是 MFCCI入園之後 那個股票繼續不斷升上去 不會只是被動資金那麼簡單 大家正在炒責經濟 那些相關的因素 星期五貴檢 但是下個星期美團又出業績 美團發業績 能否支持到股價 200元樓上 這裏我就有少少保留空間 所以純粹 其實很老實 駁染藍因素 沒錯 是星期五會進行貴檢 但是你如果這一刻才去駁 那直駁率會很不吸引 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過去一個月 那些人已經開始運位 去駁這些因素 所以如果你說這三隻熱門的股份 美團 阿里巴巴 還有小米上面 在這個價位上面 直駁率比較高的 我會覺得仍然是小米 你看看有沒有幾十五元這些位置 你可以駁一駁 但是你說如果 小米高風險高回報 因為它染藍那些 三隻裏面相對地比較小 你說始終是說行指公司 一口氣換三隻股份 不敢肯定回答你是否 就算換三隻股份 是否都是以小米為第三個最熱門的地獎 未必的 可能有機會中心 可能會爆爛百味啤酒等等 這些都有機會 所以你說駁小米的確是 一個比較進取的行為 如果你想最穩穩盡盡的 就是阿里巴巴 近期來說科技股又開始轉勢了 阿里巴巴的業績又不會太過差 這些水平駁 阿里巴巴本身的直駁率 都叫做吸引 所以看心態 如果純粹在貴點上 安全的就選回阿里巴巴 如果進取一點的就選小米 好 朋友們可以自己決定 然後另外有朋友們 想問853微創醫療 現在可不可以駁 其實我不建議 這隻股份穿了35元這些位置 來水平駁 一個問題就是 現在市場上 你看到資金又轉動得很快 但是醫療機械股 我們都看到好像真的慢慢有些 資金流出的跡象在 無論是853 外康醫療 或者是說春立醫療 整個下降趨勢出來了 853剛剛才穿35元這些重要的支持位 滾回到30元都很容易 所以我覺得就不要這些水平駁反彈 始終那個勢暫時來說不對 以它目前的估值來說 跌5元 落回去都是百多倍PE 到是貴 我覺得就業績出來 又沒有什麼大大驚喜 我想不到有什麼原因 突然間炒飯它 就是納入MSCI 第二個問題就是 不是納入MSCI 這個不是今天才博 有很多資金 之前炒上來 可能已經是充敬這個因素 所以你留意 往往也是 炒厭納 炒納入MSCI 但是千萬不要說 準備前一天才打算去搏 要搏其實可能是很早的一段時間去搏 所以你一納入後 就發現沒有了後繼消息 你可以跌得很厲害 所以其實這些位置 搏染藍也好搏MSCI也好 本身直搏率不會特別吸引 你帶前提都要一個基本因素 或者板塊上面 你本身是一個炒封信的 你才會有條件去接 所以搏一些科技股是OK的 科技股立了一段時間 如果突然間有些更多的利好因素 可以升多一點 但你也不會說升太多 你留意一下 直播率不會特別吸引 如果純粹是掩納這些因素 對於一些百多億千多億市值的股份 最高都是拉到5% 甚至小米阿里巴巴這些 可能只會升到1-2% 好 另外有朋友說21元 拿了241來健康 現在應不應該止蝕呢 其實穿20元 或者19元都是要投行的 如果去到這一刻 還有賺19元 最後支持位 始終退完股之後 其實看到整個板塊都弱了 之前也在說 有很多醫療相關股份 在疫情那段時間 大家炒得咳咳咳咳 但問題是 現在市場的焦點 就開始看疫情致咬 疫苗來臨 過去了 阿里健康沒錯 都會有內地國賊 都是扶持網上醫療行業 但最怕的狀況 就是未必足以支持 它20多元這些估值 所以我覺得如果穿19元 這些水平的話 又是個位追了 我覺得是需要致死離場 好啊 另外朋友想問2013微盟 接下來出業績 怎麼看 微盟份業績 沒有什麼特別憧憬 但原因就是 可能擔心有些官司背上 那些相關因素 其實都可以說市場預料 所以微盟一向的策略是 如果不穿10元 你可以繼續博 始終目前來說 都是一個高位整股格局 內地的一些雲業務 這些SAAS的原件服務上面 我們又未見到 它是炒風月 當然如果其他SAAS 那些股份 開始見頂等等 你是要害怕 那你又不是說 完全沒有跡象 你看看一隻268金碟 近期高位回落的勢 就好像在走一個圓頂 所以你微盟 是要害怕的 但是就看看你有貨 還是準備去買 如果你有這些水平去買的話 我又未必建議 直播率我不覺得特別吸引 11元買 你最多都是望12元 分分鐘隨時有機會穿10元 直播率不會特別吸引 這隻不會說一個 直播率很高 或者優先考慮的選擇 但是如果有貨 不穿10元 我都會建議大家繼續炸著 好啊 還有他想問9923 儀卡還有沒有得炒 儀卡還在炒 但是我不會建議大家炒 問題就是經常說 這隻股份 我純粹覺得是貨源貴變 雖然市值很大隻 現在儀卡的市值還有200多億 但是問題就是 你看到成交金額上面 今天沒有再升兩成出來 但是對比過去兩天 成交金額小了很多 其實純粹乾升 這樣升上來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看到儀卡市場建議炒儀卡 或者炒儀卡的人心態是什麼 原因就是純粹覺得 它會納入港股通 所以炒儀卡 問題就是升了那麼多 好了 第一方面 你可能有些要納入的市值這麼大 但問題是納入了之後 那些北水不炒的那怎麼辦呢 那是不是散碎呢 那可能性都是比較大 甚至說 因為你貨源貴邊 那麼嚴重的情況 一旦北水不炒 那些人沒有耐性 一拋起來 就好像過去兩天一樣 跌得很急 80元跌到40元的時候 現在純粹反彈了80多元 我覺得這些不建議這麼做的 你就有機會折火棒 你要搏的 就之前大衛搏了 所以你講炒這些股份 沒有理由問我們 如果你純粹要靠問專家 問分析員去炒這些供求 短炒的股份的話 很大風險 我們從來不建議這麼做 而且我自己看儀卡 我又覺得不是基本因素 支持到它目前的股值 相反地就是純粹真是 你見到每次升上來一層 然後又橫行 這些很典型 就是炒火源龜邊的股份 以往火源龜邊的股份 可能市值很小 幾億 十多億左右 但問題現在市場資金氾濫 我們都見到 就算百多億股份的市值 都可以火源龜邊 所以我覺得現在 我對它戒心很重 我不會見有人買 好啊 另外有朋友想問你 海底撈還是狗毛狗會比較好呢 其實行業是一樣的 都是說兩間公司 都在疫情裏面 疫市不斷地擴張 你問我哪個好些 兩間公司的股值都是貴得很離譜 就純粹品牌 你講的 始終我對狗毛狗這個品牌 認識到不高 但是海底撈上面這個品牌 那的確 我覺得OK 我覺得疫情之後 就是大家現在衝勁著 可以開回店舖了 甚至店舖可以有經營效率的話 會不會疫市 即是未來可以趁這個機會 擴張市場的電流率 就是這一樣東西 我始終都是覺得 海底撈的業務上比較堅固 你講的是打哪裏市場的競爭 的確是很激烈 但是你說海底撈 興起了這麼多年 你都見到沒有什麼 太大的競爭對手 可以掌握到 相反對酸菜魚 整個行業競爭壓力 就好打 我覺得如果你是二選一的話 反正是否都高追 我們寧願你追究海底撈 但是始終它升了這麼多 如果你要穿40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需要自洩 好 另一個朋友想問3347 有人說 泰格醫藥是另一隻藥名森物 可不可以像它那樣的走勢 其實真的好像另一隻藥名森物 但問題就是為什麼不是藥名森物 所以問題就是 你千萬不要想著 新股剛剛上市 它沒有升了那麼多 藥名森升了那麼多 我當然追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 藥名森物升得多 其實如果你說這間公司 未上市之前 估值可能都是幾十萬 二十多萬左右 現在整個板塊 估值扯到很高的情況下 沒錯 它是好似藥名森物 但是就不代表它的股價 一定是好像藥名森物 上市至今的表現 相反對 如果它能夠升上去 藥名森物都有機會繼續升上去 所以說沒錯 我認同的說法就是 它好似藥名森物 但就不要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它會好像藥名森物 那樣上市之後 會升很多很多 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醫藥板塊 生物科技 或者這些做那些 實驗的股份 基本上 過去一年來講 整個板塊 整個市場氣氛 將這個板塊股值 已經大幅提升了 那些股份 去到這些位置 反而你要擔心 股值會不會太高 一個問題 你看回內地的創業板子 為何近期來說 跌得比較多 就是A股這類型的股份 近期的股額是非常之小 所以3347 我覺得暫時來說 你要博 是可以的 暫時沒有這個板塊 一定是玩完的 但是如果再穿回110元這些位置 我就建議此次離場 好 我們問題已經回答了 也謝謝Anno和我們長進的分析 我和你申報 有沒有遲有以上提及的股份 也沒有遲有 謝謝 今集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待會回到其他直播節目 待會見